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与赦放祝福 伐介众生 同意性害 无无彼此 无无差别 这个意思 世尊在《一切大臣经论》里面处处说 实时说 祝福的心性 真心本性 跟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 是一不是二 世尊在《一切大臣经》上举的比喻 很有意思 佛讲大海 比喻作真如本性 把佛跟一切众生 比喻成大海里面起的水泡 那水泡起了很多啊 一过一过的 水泡从哪里起来 从大海起来 水泡一破了 那大海就现前了 这个比喻作真如本性 我们与世尊一切祝福 共同一发生 共同一个大海啊 它是一个水泡 我是一个水泡啊 我们两个彼此就不上容了 水泡一破了 哎呀 原来是一个嘛 这才明了 才觉悟啊 是一不是二啊 上与一切祝福 下与一切众生 同一体 这个体是发信的 海是比喻 这个发信的 广大 无有边际 这个世间最大的就是海了 所以佛用这个来作比喻 五无彼此 五无差别 这个是真理 一点都不错 佛眼镜里面 看受发界的众生 没有差别 我们反复看到有差别 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那个差别是从 分别性里面起来的 执着心里面起来的 分别是妄想 执着是烦恼 从这儿生起来的 离开一起 分别执着 平等 实法界平等 六道平等 平等心非常重要 我们因为心不平等 念佛功夫不能成片 要想功夫成片 要想功夫成片 用什么方法呢 心平等了 功夫就成片了 由此可知 功夫得利不得利 确实 就在无量寿进 那个经题上 讲的三个原则 清净 平等 就 我们今天念这一段 就是清净 平等 就 不怕念齐 只怕 就齿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